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瞧瞧 我的个天呀 哎哟 妈哟 瞧多少车呀 我的天呀 那车有人就完了 那个拆亮了 当然是不是车上有人呀 哎呀 就是有人 哎哟 晚了 有人可危险了 有人可晚了 哎哟 我的个天呀 咱们下车吧 下车也没车 你看这个车还有人呢 完了 台风隔美台湾一围凯米 7月25日凌晨 自台湾东北部登陆 这是8年来襲击台湾的最强台风 风力高达每小时227公里 隔美清晰台湾为各地带来强烈风雨 并且骚扰交通 造成台湾死亡7人 另有785人受伤 并且一度是全台近50万户人家停电 受隔美台风影响 菲律宾一艘载有近140万升燃油的船只 25日在马尼拉附近海域沉没 船上17名船员 有1人丧生 目前菲律宾正在尽力减轻 翻船泄露燃油的黑潮带来的损害 已经发现了长达3.7公里的浮游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尝试安装浮动文油栏 以控制黑潮扩展 25日上午8点 隔美已经移动至台湾海峡 向中国福建省福州方向前进 根据中国水利部研判 隔美25日登陆中国以后 将持续长达6天左右 而且影响范围很广 隔美25日8点在福田莆田市登陆 登陆时最大风力达到12级 福建温州的49条客运航线全部关闭 厦门景点关闭 官方称有62万人受灾 因中共一贯掩盖灾情 其真实受灾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 福建很多地方下起了暴雨 居民李女士表示 颱风来时外面下着大雨 家中下中雨 家里都快要被淹了 能拥的盆子全部接接式的放一排 她还提前购买了很多泡面和熟食 受根本影响福州海边掀起数米巨浪 桥上大货车都被大风刮倒 而现场工作人员要继续安全绳 扎马步才能不被风吹到 福州一艘老树在台风中倒了 压倒三辆小轿车 福建一位居民表示 颱风抵达当地 导致一度停电 当时自己在上厕所 上了一半灯就黑了 后来电路恢复了 但也不稳定 灯都是一闪一闪的 一则视频显示 隔美太猛烈 颱风呼啸 斜风带雨 路上行人根本就无法正常行走 被吹得连滚带爬的 海浪被掀起数十米高 大树被刮得呼呼作响 拍摄视频的男子表示 自己在海边的海景房里 哪都关闭了 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 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 隔美将穿过福建 并且向内陆前进 逐渐北移并且减弱 移动过程当中 一级许多地区将伴有强降雨 可能会波及浙江等十几个省份 中央气象台预测 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等地 有大道暴雨或大暴雨 与此同时 中国北方正在受到另一个气象系统 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24日 北京和北大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 部分城区被淹 狂风雷电裹挟暴雨 道路能见度瞬间变低 第八地区出现积水 海淀区玉津地铁站附近积水严重 车辆在水中前行 局部地区风力超过9级 有大树被连根拔起 倒在路旁 就在同一天 河北唐山、廊坊、石家庄等多地遭遇强降雨 公路被淹没 车辆险些被冲走 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暴雨后 石家庄市内积水严重 汽车和行人只能在水中前行 唐山市部分地区排水系统崩溃 街道下水倒井不断喷涌 有车辆熄火被困在水中 7月22日晚间 河南郑州暴雨 市区一片汪洋 很多民众受困 有人在水中触电身亡 老板杨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公司店面以及很多一楼店铺被淹 损失惨重 他说晚上8点开始下了一个小时 全都给淹了 我1米8的个子水都淹到我的脖子耳朵那里 水位跟21年前720那次大洪水一样 受灾非常的严重 我损失了五六十万 你眼看着水往屋里边灌 一点办法也没有 泡在水里的车太多了 咱们家泡了4辆都是去年新买的 当晚公交车被迫停运 高架桥进去通行 桥洞下水深3米 由于市区道路到处都是水 很多民众困在路上动弹不得 郑州市民李女士到凌晨水退后才开车回家 因为到处都是风路堵车绕了很多弯路 李女士说每次下雨也是经常淹 我也想早点回家呀 因为躲雨要本着一个安全的原则 因为大暴雨中有人出电了救都没法救呀 我在这个水里也不敢走路灯都灭了堵住了都不让走 7月8日郑州市遭遇暴雨袭击 在短短一个小时里聚工刚半年的积水河河道被淹得体无完肤 河道一处河泊出现塌方 另有一段步道以及护栏受损 根据报道 积水河以紫荆山路交汇处 河边一条长约5米 跨约4米范围的河泊发生塌方 带来泥土滑落到下方的步道和河道当中 塌方处表面的瓷砖下方步道护栏都被泥水冲走 金水河是郑州最古老的河流 是由西南向东北贯穿郑州的主城区 去年有消息传出 称河南郑州投入34亿元给金水河22公里河道贴瓷砖 视频显示 多位公务人正在河道内贴瓷砖 河道中只有少量积水 当时有很多网友质疑 河堤贴瓷砖对防洪是否有用 在河道贴瓷砖是否能够持久 瓷砖如果掉落堆积 阻塞河道 在洪水来时 是否会给抗洪带来麻烦 还有网友批评说 河南经济下滑严重 老百姓民不聊生 当时有这么多钱给河道贴瓷砖 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办点实事 结果 竣工仅半年的金水河河道 近日在暴雨的袭击之下 表面瓷砖都被泥土冲走 有网友发帖质问 一场大雨仿佛赵敬一样 把郑州城市建设全部都反映出来了 花了几百个亿的防澳项目 在暴雨前面没撑过一个小时 可怜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中国多地平线极端天气 此前 四川 湖南等地水灾 已经导致至少20多人遇难 近日 最练一项干旱缺水的新疆 甘肃和内蒙古 也出现了水灾 有网民说 内蒙古都能发洪水 中国有一半都被泡了 7月22日开始 甘肃拢南市暴雨持续不断 多地发生山洪 滑坡 霍尼石流 网传视频显示 当地山体塌方 尼石流淤积 山洪冲断路面和桥梁 冲垮房屋 冲走大量汽车 场面充目惊心 多地灾民与外界隔绝 处境困难 甘肃拢南市因遭遇强降雨 引发山洪冲断路面 大水浩浩荡荡 冲垮路旁房屋 令人震惊 据当地政府估计 受灾户逾1,500户 受革美影响 中共军队今年首次24小时内 没有出动军机 舰艇骚扰台湾 隔美台风25日登陆 穿越台湾后 接着在中国福建登陆 共军在23日仍旧出动22架次主辅战机和无人机 并有12架次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海上则有共军军舰9艘次 公务船1艘 不过 24日已经没有任何共军机 无人机 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内活动 仅剩下3艘军艇停留在台湾的周边海域 25日则显示 中共3艘舰艇也已经远离 这是中共今年首次在24小时内 完全没有军机、军舰等在台海周边活动的记录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26日赴高雄看灾 为减轻民众负担 宣布提高全台淹水补助 并与地方合作助受灾户减轻税务 在海外的正常国家 当民间发生重大灾难时 国家领导人通常会前往第一线去慰问堪灾 像是2018年台湾加以发生重大水灾时 时任总统蔡英文搭装甲车到现场堪灾 结果遭到灾民指责 要他下车走路才能体验灾民的痛苦 蔡英文也真的下车走路了 听取灾民的诉苦 今年 中国各地洪灾此起彼伏 共产党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 但是 当人民出现重大危难的时候 中共高层却是销声匿迹 折射出东南海集体躺平的无能 7月25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一次防训会 会让大家喊喊口号 然后就动身向往北戴河度假了 各地再出什么事 就跟他们无关了 去年他们是这么做的 一年前 台风给北京几周边带来特大暴雨 中共下令水库泄洪 瞬间造成北京周边地区恶性洪灾 人员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但中南海高层却照旧都去北戴河度假 引发民怨沸腾 北京河北等地从去年7月末开始持续降特大暴雨 造成桥梁被冲断 汽车和市民被冲走 人员死亡失踪 数以万计的市民被困灾区等 河北桌州市官员承认 尚有北京泄洪使桌州水位上涨 导致大量小区和村庄被淹 网上视频显示 去年8月1日深夜 九九白沟河此村大小西堤 政府派人偷挖大堤被村民发现 现场村民与警察发生对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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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